轎车走完十月线了 看来行车路线急不稳定 前方货车停等红灯 他跟着停下来 绿灯货车走了 他就在路中央定住不动 后方的小货车等不及 从缝隙钻了过去 驾驶为何不动 警方来确认敲车窗 喂 你醒醒啊 车窗用力敲这可比地震了 驾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远景决定破窗了 真的是打雷叫不醒 副驾驶座的车窗敲破了 他还没醒 驾驶座上 红衣男子爬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扑面而来的是九位 驾驶是二十五岁的 陈信男子在台中市区 路中央停车睡着 终于被远景叫醒了 他下车坦诚 刚刚喝了酒 结果酒测值零点八二 停在路中间 直池不动 开打车门 试图要叫醒驾驶 但仍然毫无反应 破窗后承信驾驶 经远景遥晃多次 终于恢复神智 日震当中趴酒驾 停红灯在路中央最早 地点正是派出所的斜前方 值班台就能看到自投罗网 TBS新闻 张军燕吴淑萍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